2023年杭州亚运会已经远远了继续 中国跳水队也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备战 跳水梦之队参加了10个项目全部夺金 16岁全红缠成为大赢家 她夺得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和双人项目金牌 成就超级大满贯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对决也将热度拉满 两人上演神仙打架 前两轮比赛结束后 陈玉希落后近20分 到了第三轮和第四轮 全红缠出现一些小失误 陈玉希反超 而到了最后一轮跳水 全红缠成功完成绝杀 最终获得438.20分 而陈玉希排在第二名 获得435.65分 两人相差只有2.55分 陈玉希也很出色了 她在2023年还夺得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 成就和全红缠不分伯仲 在杭州亚运会跳水比赛结束后 跳水队就马不停蹄飞回北京 全红缠和陈玉希也即将开启东讯 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做准备 全红缠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不会回老家了 她哥哥全静华还专门到杭州 观看了全红缠的比赛 父亲全文贸和母亲冯玲妹也同样在手机上关注女儿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48岁全文贸在近日还发布视频 全红缠刚夺冠不久 冯玲妹就吓得开荒干活 拿着锄头清理杂草 这样就能多种植一些农作物 而在劳作的时候 冯玲妹还一直擦拭自己的汗水 看起来十分辛苦 其实全红缠的家庭已经很富裕了 根本不用为钱发愁 但全文贸和冯玲妹还是像以前一样 每天都会下地干活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如果未来全红缠在外面买房 估计全文贸夫妇也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 全红缠家人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即便富裕了也不能停止奋斗 这样生活才更有意义 在全红缠爆红之前 她的家庭还是贫困户 家里育有五个孩子 甚至冯玲妹生病了都没钱去看病 极其艰难 而在全红缠夺得奥运冠军后 他们整个家族的命运都改变了 麦河村的经济也有几大提升 旅游业和电商发展迅速 而全红缠家种植的几十亩水果 也打开了销路 大哥全静华也经常直播到深夜 来帮助父母慢贵 他们你果然的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夺金后 就获得了不菲的奖金 而且某知名车企 还给全红缠专门定制了一辆 价值50万元的好车 如今全红缠在亚运会赛场 加冕双冠网 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随着慢慢长大 全红缠成年之后 就可以独立接代言了 其实全红缠的热度 比杨倩 谷爱玲等奥运冠军更高 参考他们的商业收入 全红缠未来估计会成为 国内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 这点应该没太大悬念 随着 随着 随着